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般咬柴过了急性期之后 有些人仍然会觉得上下楼梯 或者运动一段时间之后 会感觉到曾经受伤的位置会有浮肿 疼痛甚至乎松脱的感觉 在这个时候为了减低不息 和防止再次受伤 我们可以选择以下所介绍的方法 运动员趴低 然后将膝头的屈曲90度 注意的地方是脚跟的位置 要呈90度的角度 然后我们预备一条I型的PA贴布 头端的底纸我们先撕下 这个头端的位置要贴在脚掌上面的地方 外侧脚眼的前方位置 这个部分是不需要拉力的 但是过了这个外侧脚眼之后 是需要拉大概80%的拉力 向上斜的位置拉 一路旋转拉到后面 最后一寸的位置是不需要拉力的 最后再用掌心磨擦 贴布直至发热 令贴布紧紧地贴在皮肤上面 4 3 5 4 4 6 6 7 感谢观看